光月的花 公主欢笑 化作了永恒不灭的神话 谁能让公主的吻再留下 十三年前 以澳洲基督徒见证改编的 《生命恩爱动听》 2014年在中国重新拍摄 成就感动人心的《下一站在爱你》 当《下一站在爱你》 在澳洲播放的时候 又会不会再次掩起感动的船窝呢 《下一站在爱你》电影背后 直击澳洲站报导会的情况 电影《下一站在爱你》 五月底至十月份 在澳洲亚德莱德、布里斯本、 悉尼举办过首映礼和报导会 对于故事以澳洲华人基督徒的经历为难本 他们感到份爱亲切 更有观众十四年前看过《生命恩爱动听》 今次到过《下一站在爱你》重拾感动 2001年在十四年前 我因为《生命恩爱动听》的这套电影 我举手顺着 来到今天我一个处逢人 我感谢主要我再一次 他经历他的感动 让我互相得到上帝工作的真实 很开心 今天可以亲自看得到 《下一站在爱你》这套电影 我相信这套电影可以在过来的里面 祝福了很多新朋友 甚至《淳大经》之后 我看了这电影后 我流泪了 我很受感动 因为我过去看很多让人流泪的电影 从来没有一个像这个电影一样的 让我的心中感到这个上帝 掌管着我们的生命 是那么的真切 是那么的可惜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很好 它可以让很多的人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十年前 已经看过这套电影的《生命恩爱和情》 再看的时候 其实再次被Trace的故事 再感动我自己 因为其实看到姐妹在病患里面 和她差点有艰难的过路 她虽然自己很辛苦 在病患里面接受治疗 但她也藉着她的自己这个生命的故事 藉着基督的爱 她能够去祝福其他人的病人 在1月份 电影就会在香港戏院上映 留意这几个时间 去到指定戏院就可以观赏了 部分长期还会有港元分享讯息 另外1月至3月份 大家还可以参加包场计划 在九龙或者新界区的指定戏院观赏电影 参加包场计划的团体 除了可以有10分钟讯息分享时间 还可以获得讯息分享指引一份 长情可以打去2209-6280 或者在Facebook Like下一站再爱你 留意最新消息 你还可以参加Facebook 互领戏飞的活动 只要Like下一站再爱你的Facebook专页 和观看艺人分享片段 之后Like和Share 至少一个名人短片的post 再Tag一位朋友 写下你想和他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原因 原因最感动的 就有机会得到电影换票证两张 得掌者将有专人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